大家好,刚才看到这样一条帖子 说的是长期洗脑之下导致傻逼如云 这个标题就是这样,这个帖子很有意思 它是由全国人大代表邢卓先生主持的中国民情调查 对三座中等城市6000名25岁以上的居民 做了如下18个问题的问卷调查 结果令人惊诧 中国成年人中的傻逼比想象中的要多得多 这18个问题如下 第一条,你认为谁是抗战中的中流砥柱 78%的回答是中国共产党 问及国民党在抗战中起了什么作用 回答是搞摩擦,望风而逃,打了几次败仗 起了一些辅助作用而已 这个问题呢,共产党肯定是为共产党说话 国民党肯定说我是起了中流作用 共产党是下山摘逃的 是吧,双方肯定都是为自己说话的 但是这里面日本人不会说话 日本人他肯定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谁 是吧,你去看日本的晋国神社 他们里面公布了清华战争当中的多少次战争当中 对手是谁,每一次战役打死了多少日本人 打死了多少中国人 他们都是有详细记载的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死在哪一场战役当中 人家都是有记载的 对手是谁,人家也有记载 共产党会说话 肯定说我起中流作用 国民党也会说话 但是日本人不会说话 感兴趣的可以去那里面看 中国人认为78%是共产党 这个调查报告当中显示78%的人认为是共产党 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我就觉得这个是洗脑的作用 我们看第二条 你认为当今我国大面积腐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81%的人认为是改革开放 走市场经济道路必然产生的问题 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甚至有50%的人认为 当今欧美发达国家的腐败比我们更严重 这种人的脑子就是他 他可能不知道人家欧美国家的公务员 官员 人家都是有财产必须要公事的 官员财产是要公开的 只有在某些国家是不允许公开 咱们一条一条往上看 第三条 你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是真的还是假的 回答是假民主的占被调查者的72% 有72%的人认为应该是假民主 第四条 你如何看待美国打击萨达姆政权 百分之八九十的回答是霸权侵略 第五条 你认为红军为什么长征 百分之六十六的人回答是北上抗日 就这种智障一样的回答方式 北上抗日 人家从东北打进来 从上海打进来 你他妈跑到西北去 是北上抗日 看见来了个腿 第六条 你认为台湾如果全民公爵有多少人赞成台独 百分之八十的人认为台独分子只是一小撮 第七条 你赞成武力收复台湾吗 百分之七十六的人赞成 还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赞成使用原子弹 这个就是前 就是这两天有一个浙江大学教授 在那个今日头条上宣扬 说要对那个抓获的乌克兰 建议俄罗斯政府 他爱的那个俄罗斯中华大使馆 他建议俄罗斯政府对抓获的战俘不要放过去 要对他们实行那个砍手砍脚挖眼珠 送给那个那个医学生做做解剖研究 就是浙江大学的教授 牛逼 这他妈的 这他妈的牛逼是吧 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不不不简简单单是因为这些人 呃 这些人生下来不坏 就是被教育成这个样子的 被洗脑成了这个样子的 让他们变得这样残 这样残暴的 说动不动 开口就说台湾同胞 然后为了夺取台湾 他们他们觉得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认原子弹 哎 第八条 你认为香港在英国统治期间 人民的日子好过吗 85%的人认为物质生活上额蛋 活得没有尊严 受歧视是二段功名 哎 就是洗脑的结果 第九条 你认为中国社会治安情况强于美国吗 80%的认为美国凶杀抢劫强健的暴力事件远远高于中国 嗯 这个东西没有对比 但是但是中央电视台什么时候报道过 哪哪哪哪 哪座城市 谁谁谁又冲进幼儿园 看了看死了多少学生 看死了多少老师 他不会报道 他他一他一贯性 哪天妈的哪个校园里面 有一个 或者说教堂里面 有一个人冲进去拉枪 打死了几个人 哦 中央电视台又反复报道 这就是也是一种洗脑 第十条 你对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 看法如何 70%的人回答 大快人心 第十一条 你认为神六上天举办奥运 给国人带来了什么 90%的人认为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人扬美吐气了 你扬什么美吐什么气 提高了鸡毛国际地位 你他妈出国 你的护照还不是没有人认可 这种洗脑下面的 哎 没办法 第十二条 你对中国取得了总数为 世界第二的奥运金牌 最后感想 92%的人为之感到骄傲 认为中国是体育大国 健康大国 就是集权体制下 就是他们愿意为了这个奥运 夺得名字 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去 去搞这些东西 就是当年东德 为了体现 那个那个所谓的制度优势 就是训练运动员 使用最早使用兴奋剂的 就是东德的运动员 他们为了体现所谓的制度优势 我们就就就就争那个名字 把那个名字看得很重 一旦获奖了 就大肆宣传 大肆宣传 觉得自己 那个制度上比 就是比你们强 就就就造成这种 这种错觉 事实上呢 事实上你自豪更毛线了 是吧 拿第一 总数第一又怎么样 你涨工资了 还是你看明不花钱了 这还健康大国 这就很可笑 是吧 人均寿命只有67到68岁之间 人家美国的人均寿命是多少 80多 81 82 香港更高 日本台湾更高更高 你就中国还健康大国 你移民的时候 人家说做体检 人家说中国人躺下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元素周期表 就是一节电池 是吧 这种宣传造成的这种误区 真的是 我接着往下看 就是没法感叹 每一个问题的得到的 这种调查结果 都让人觉得 洗脑真是厉害 第十三条 你对建国出去镇压反革命 搞土改有何干法 82%的人认为 在当时的情况下很有必要 怎么 这些人当时土改 镇压土改 搞死多少人 他们可能不知道 他们真要是知道 真要是他妈的搞死的是 他们的祖辈 他们也许就不会这样说了 是吧 人家土地合法拥有 花钱买的 祖上传下来的 你说抢走就抢走 然后现在还说很有必要 第十四条 你认为朝鲜战争战场上 中国军队打败美国军队了吗 95%的人认为 打败了美国野心囊 这个也是宣传的结果 第十五条 你认为充斥中国市场的盗版数据 盗版光节会影响中国的形象和影响社会进步吗 83%的人认为无所谓盗版可以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使你奶奶个腿 你他妈的那些救命药 抗癌药 为什么不允许 卖那种印度版的 印度刀版的那种的 你们就说 到了能赚大钱的时候 你们就说 要保护什么 什么知识产权 这些人 明明是被统治阶级 明明是被统治的 被压迫的阶级 他们脑子里面也有着那种 统治阶级的思维 说的就是这种人 第十六条 你如何看待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和苏联的解体 百分之八十的认为 苏联解体分裂了一个国家 销入了一个阵营 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是罪人 第十七条 你对鲁迅先生 如何看 是否怀有崇敬之情 你心中的英雄是谁 百分之七十八的人 对鲁迅先生 知之不多 崇拜人物是汉武帝 诸葛亮 岳月飞 毛泽东 金庸和姚明 然后追问 你是否知道 谁是顾准 谁是张志兴 谁是林昭 谁是豫洛克 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清楚 也不感兴趣 这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 就体现在这里 是否 汉武帝 汉武帝时期 动不动就出击匈奴 死了多少人 死了多少人 人家根本就不在乎 人家根本就不在乎人 不在乎死了多少人 看武帝就跟秦始皇一样的角色 是不 说是说 他们什么 开疆拓土了 怎么样 事实上 死了多少人 你知道吗 一次大战 托死多少人 托死多少士兵 有多少人 保障运输的人 有多少人死在路上 这个都是没有数的 都没有记忆 连个数字都算不上的 你们竟然崇拜这样的人 你们要活在汉武帝时代 你他妈的 要么是个冲锋陷阵的一个小竹子 要么你就是死在路上的车夫 苦力 就是还羡慕 羡慕这样的人 和诸葛亮更是的 一个阴谋诡计 毛泽东 这个东西 杨明 你心目中的杨明是英雄 你也就羡慕的份儿 人家女儿 人家父母是官员 人家喝过羊墨水 人家女儿在美国 房子在美国 老婆在美国 你也就羡慕的份儿 中国人的价值观就在这里了 第十八条 最后一条 你认为中国社会诸多弊端的 如假药毒人 法院欺人 矿烂频发 黑恶势力 常常学是不是说明 我国体制存在问题 百分之七十七 的人认为 上面政策不错 下面的歪嘴和尚 把好金给念歪了 这就是 这就是 很纯粹的中国人 感谢大家听过 胡扯这么多